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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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菩提心 是什么呢 就是最终极的利益 什么叫做最终极的利益呢 最终极的利益就是让所有的终生成佛 这就是最终极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的作为一个大乘佛教 那么不管我们学习修心 烧香拜佛 所有的这个做三师的这个出发点 就是这个我们为了更好的利益终生 为了利益天下的终生而修心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利益终生呢 首先我们自己要成佛 如果我们能够成佛的话 那就从此以后就可以都华无量的终生 所以我们为了利益终生 下决心 我一定要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听课 那以后大家好好的学习修心 这样子这个叫做发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呢 我们这几天呢 每天都在讲 每天都提醒大家发菩提心 因为这个菩提心呢 就是大乘佛教的灵魂 也就是大乘佛教的精化 也就是说没有菩提心 就是不存在大乘佛教 也就是说凡是没有这个把菩提心 作为出发点的所有的心善 都不叫大乘佛教 都不叫大乘佛教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一生当中 哪怕只有一个北东的虚佳的这个菩提心 也是很不错的 也是很不错 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这一生当中 我们来到了这个人间 我们这一次获得了一个人生 如果我们就是把这个人生当中 就获得了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菩提心 所以大家要努力 奋斗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叫做菩提心 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课 那么今天的课 关于一些实修方面的这个课 那么什么叫做实修呢 实修就是实际的修心 实际的修心 也就是说实实在在的修心 不光是嘴巴讲理论 就是一个实际心动 实际的修心 这叫做这个实修 那么我们前几天呢 讲了一些这个理论 那我们不光是实修 理论 这两个都重要的 这个不能脱节 我们经常讲的文思绣 这三个文思绣 这三个呢 都不能脱节 因为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实修 我们不学习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实修 实修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不知道实修的方法 怎么能够实修呢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大家要学习实修的方法 所以要文和试 文和试 我们一般的学佛的人呢 就是修自己 就是学自己的这些实修的方法 然后学到了以后呢 去修就可以了 然后转直的这个弘法的 比如说出家人 那么就光是学这个实修的方法还不够 除了实修的方法以外 还有很多佛教的这个世界观 佛教的价值观 佛教的人生观都要去学 那么这个佛教的这个善观 没有一个是跟实修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这些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直接和间接都有关系 但是呢 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还是要学 因为如果我们出家人不懂佛法 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佛法就是没有办法传播了 没有办法弘扬 所以这个出家人呢 这个传传传传伯法 弘扬佛法当中啊 起到最最最关键的作用的 就是出家人 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子 因为出家人呢 他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工作 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去专研佛经 然后呢 也有时间去修心 然后也有时间去弘扬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并不是说弘法只能出家人弘法 不能在家人弘法 但是在家人呢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时期呢 所以就是这个专门去学习啊 修心呢 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出家人必须要学习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佛经 然后呢 很多的佛经 学完了以后呢 我们最终要把学到的东西都要归纳 比如说我们去学华严经 华严经这么庞大的佛经 那么学完了以后呢 最终我们要把它归纳起来 归纳 这个比如说华严经当中 吸取它的这个精化 提取它的这个精化 把华严经的这个精化体验出来 归纳 然后呢 就有一个需要有一个 我们结合实际 需要有一个很具体的 落实或者是时间的方法 否则的话 华严经当中讲这么多的理论 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理论 到底有什么用 不知道 对我们有什么用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呢 学完了以后 最终就把这个所有佛经的内容啊 要归纳起来 这个就叫什么呢 叫做巧诀 或者是诀窍 诀窍 佛经里面叫做诀窍 诀窍是什么呢 就像当年大墓诸石 等这些传宗的这些诸石 诸石大德 不利文字 心心相传 那么这个心心相传的东西 其实就是像华严经啊 涅槃经啊 这个冷切经啊 这些里面 这个它体验出来的东西了 它现在不需要这个蚊子了 不需要蚊子 因为它在这个蚊子里面呢 把这个核心的东西 已经提验出来了 所以它把这个精华的东西 传等于 就是传了整个的这个佛经 那不但是这一点 而且 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啊 花眼睛 芝麻后的八本书 要去看一遍都难 看一遍都难 然后就更不用说 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精华 修行呢 吸取精华 这更难了 所以祖师达德 过去的高僧达德 通过他们的努力 他们先去学 学好了以后呢 他们以他们的智慧 把佛经的精华 就洗手了以后呢 踢去了以后呢 然后把它弄一个很规范的 有次第的 有次第的 规范的 漠视化的一个思维的方式 这个就叫做诀窍 这叫做诀窍 我们最终要抓到这个东西了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花眼睛学了很多 学了太多太多的知识了 但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知识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知识怎么样 把它联系起来 更不知道怎么样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当中 也不知道这些知识怎么样对质我们的烦恼 所以呢 首先要光学多闻 最后把佛经的这个精华要体验出来 去光学多闻 最后把佛经里面的精华要体验出来 这个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菩提导次第光论的前面 就是第一第二第三页 有七八页里面呢 专门讲这个的 所以我们的详童不离开这些经论 像《华严经》啊 像《无不大论》啊 像《般若波罗蜜多》啊 不能离开这些 诀童 如果离开了佛经 那这个诀童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它已经远离了佛教的这个佛经的内容 所以它必须要符合佛经的内容 但是佛经就这么庞大 然后像《般若波罗蜜多经》呢 基本上重复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很庞大的一个这个佛经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 没有办法去学 所以我们出家人的话 这两个都需要的光学多文 因为出家人呢 要红法 把佛陀的这个智慧要传递 我上次也给大家讲了一个佛陀缘吉的时候的故事 再讲一个缘吉时候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陀缘吉的时候呢 他把所有的他的遗生当中所穿的法 全部交给阿南尊者 交给阿南尊者 阿南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证悟 还没有阿罗汉 还没有证得阿罗汉的果位 但是呢 阿南就是所有的佛的弟子里面呢 就是堕文第一 比如说神童第一 就像牟尖连一样 他是堕文 就是因为他是佛陀的带着 佛陀的狮子 一直都在佛陀的身边呢 所以佛陀穿什么法 他都听 所以最后呢 佛陀把这个他的脚法就穿给他 给他 然后佛陀告诉他 你把这个法一定要穿 要穿下去 如果不穿的话 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什么样的概念 他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 有一个黑暗的时候 黑暗什么都看不见 那时候呢 有一大群的人 一大群的人走一条非常危险的路 经过一个非常危险的路 那么其中一个人手里就有一把火菊 其中一个人手里就有一把火菊 然后佛陀就告诉这个阿南 那么你觉得如果这个人 他依靠他自己手里的火菊的火光 然后就顺利地走过了这条非常危险的路 走完了以后呢 他把这个火菊灭掉了以后呢 灭掉的话 那就问阿南 你觉得怎么样 阿南就是说这个非常的不好 那然后佛就告诉阿南 那么你们现在就是通过我教的这些法 这样很多人都已经 已经顺利地走过了 走过了这个很危险的路 但你们已经很多人都已经争得了 但那个时候阿南还没有争得 但是其他很多人争得 争悟了 那么你们旺盛的时候 把这个火菊就灭掉一样 不换 不交给别人的手里 自己带走了 那么这个是跟这个黑暗当中啊 把自己走过去了以后呢 把这个火菊灭掉了一样 然后就佛就告诉这个阿南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他通过这个火菊走过了以后呢 他应该把这个火菊传递给其他人 送给其他人 每一个人就靠这个火菊可以顺利地度过 这样子 所以出家人呢 出家人的责任 就是弘法离生 佛陀将 出家人 当年释迦牟尼佛成佛的第六年 第六年 佛陀的父亲呢 特别特别的失念 他的二子 然后呢 佛陀的这个父亲 请凡王 他给佛陀写信 让他回来看他一眼 那么佛陀也就回来看他们了 后来佛陀就讲出家人对在家人的礼物 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回家去看父母呀 等等 这样的时候呢 出家人给在家人 应该送什么样的礼物呢 佛就是说 不应该送其他的礼物 就送佛法的礼物 出家人对大家的这个礼物 我们能给大家带来的礼物就是佛法 佛陀的智慧和佛陀的慈悲心 这是世上最稀有最珍贵的礼物 出家人应该送这种礼物 出家人不应该去准备其他的礼物 不需要的 所以出家人呢 要光学多文 光学多文 在家人如果有时间 当然是很好了 但是呢 我们大多数的人 尤其是生活在赌食里面的现代人 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去学精华 学佛经的精华 佛经的精华是什么呢 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 凡是后面 这本书的题目的后面 凡是有三个字的 阴导文 这三个字的 这一类的树 全部都是 这个 这个 佛经里面 这个浩瀚无音的佛经里面 提连出来的精华 然后把这个精华 它不单单是一个精华 而且这个精华就分雷 然后整理 把这个前后的次第分得很清楚 这种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 这叫做引导文 这个就是诀窍 那么我们大多数的在家人呢 生活很忙碌的人 直接就去学习 直接就去学习这样子的法 那这就是一个具体的大做的方法 具体的大做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学了 如果我们不考虑学太多的佛经 没有时间 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一点是必须要学的 这一点都不学 那么就根本就没办法修行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修行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呢 大家很喜欢这个烧香白佛呀 买包拼呀 睡炉发挥呀 都很喜欢的 既然这么喜欢的话 也适当的可以做一点 但是呢 不要把全部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还是要把我们的80%的时间 那我们把学佛的这个时间 当中的80%的时间 还是用来应该学习修行大做 然后20%的时间 或者是10%的时间 就用来这个烧香白佛呀 求佛呀 也可以的 也可以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文思啊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修 如果不修行 那么我们一辈子都 这个烧香白佛 这个有功德 有功德的 但是这个功德跟我们的烦恼 是不冲突的 所以它不能减少我们的烦恼 所以大家要以后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学佛的人 不管是学藏传佛教的 汉传佛教 大家都要去修行 我觉得我们 比如说在台湾 不管是藏传佛教也好 汉传佛教也好 这个情况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大同小仪 什么是大同小仪呢 大家都比较着重 就是烧香白佛 朝白呀 就是这些碎炉发会呀 然后就是等等 就是这些 就是为了这个人天诚 我们学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问题 从此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 不管是藏传佛教的也好 汉传佛教的也好 凡是佛教徒应该学佛 不应该天天求佛 求了佛也没有办法的 有些时候我们 如果佛有办法 根本就不需要求 他一定帮助我们的 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 但是呢 佛有些时候也很无奈的 他让我们去做的 我们又不做 然后又天天去求他 这样子佛也很辛苦的 如果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人的话呢 比如说有一个这样子的患者 有一个这样子的患者 他医生给他开的这些 治疗的这些方法 他一个都不接受 给他吃的药他也不吃 然后所有的这些治疗方法 他都不接受 然后呢 天天都到这个 到这个医生那里去求 求医生给我治病 那你们觉得这个医生啊 对这个患者啊 反不反啊 很反的啊 非常心反的 为什么 我给你的方案 你不做 那我怎么 怎么 你求了也没有用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接个医生和患者之间呢 一定会出现一环矛盾 一环的矛盾 所以 但是佛是慈悲的 慈悲了也没有办法的 佛也没有办法 所以佛给我们的这个方法 解脱的方法 我们要去做 这样子的话 不求也能够解脱的 如果佛支给我们的炉 我们不走 求也是难 也是很难 所以学佛大家要知道 必须要知道 学佛的方法 我们这个机会呢 也许至少在几百万年 或者是几万年 几千年当中 有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 这一项是唯一的机会 所以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珍惜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这个机会 比如说 有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去做这个生意 可以赚一百万 然后他放弃了 错过了机会了 那他一定会后悔的 我怎么放弃这个机会 我怎么没有好好珍惜呢 如果珍惜就可以赚一百万 但是我们这一项当中 就是如果我们稍微拥共 稍微努力的话 即生称佛我们不敢说 即生称佛 但是呢 这一项当中 真无民心坚信 是非常非常有可能 然后呢 这一项当中 我们心中参生起 正是不虚的菩提心 也就是说 很标准的菩提心 这个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但是呢 我们把这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 天天去求 求 那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大家以后呢 学佛的方法 千万不要错 不管是藏传的 汉传的 都是一样的 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实修 实修 就是依赖 文思 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就讲 文 丝 秀 这三个不能妥解 一个都不能少 文虽然是有光文 光文的 还有一个简单的 两个区别 不管是光文 或者是稍文 还是需要这个文法的 没有文法 就没有办法学佛 没有办法修行 所以希望以后我们所有的 这个佛教徒 大家都 之前 我也不是 并不是说 之前所有佛教徒都不修行 当然有很多修行的人 但是呢 我想 就是我们不太修行 去烧香拜佛的这种 贤香 是比较普遍的 那么现在我们 我们大家 靠大家的努力以后 大部分人都是学习的 修行的 少部分人才求世间福保 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有意义了 但是我们现在呢 大部分的人求世间的福保 小部分的人才修行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 这个学佛的方法 不是很理想 希望大家 必须要懂这个道理 要自己怎么样学佛 一定要明白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今天讲 今天的题目 今天是如何实修 实修的方法 一个实实在在的修行的方法 那么 实实在在的修行 有很多种 比如说 我们修禅宗也是实修 禅宗也是实修 非常具体的实修 然后我们 念佛 一心不软的念佛 一成不然的念佛 这也是修行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修行 比如说 一心不软的念佛 一成不然的念佛 修禅 还有 密宗里面 修本尊 这三个是完全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是一个意思呢 比如说 以成不然 成就是烦恼 不然 就是没有烦恼 或者是成就是诈念 各种各样的诈念 不然 就是没有诈念 非常平静的心去念佛 这样子叫做念佛 一心不乱的念佛 不然的念佛 那这个实际上呢 也就是禅宗 我前几天也讲过了 我们修禅的时候呢 这个禅滑头 滑头就是比如说 那么阿弥陀佛 这样子的几个字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然后去看这个心的本性 在这个当中呢 他就体会到了心的本质 我们的内心的本质 本质就是明心 佛心 明心坚信 那么明心坚信的状态当中 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子 即是禅宗 又是净土 然后密法的这个本尊的修法 密法的本尊 比如说他观想本尊 比如说金刚萨多呀 或者是其他的 然后就念这个金刚萨多的轴 比如说奥阿 奥巴德萨多等等 念这个轴 那这个轴的时候 念这个轴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达到四个条件 四个条件 四个条件当中呢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观想这个本尊 像这个金刚萨多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念 念就是出声音或者末念 念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心这个时候 必须要安住在真无空心的境界当中 其实就是明心见心 然后呢 有观想中子发光 离以终生 这个里面呢 有佛的身 口 仪 实业 实业 就是度化终生的实业 神是什么呢 观想金刚萨多 或者是观想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神 圣瑜伽 圣瑜伽 身体 观想佛的身体 然后 欲瑜伽 欲瑜伽 就是 瑜伽 就是 瑜伽 瑜伽就是修心 神的修心 瑜的修心 这个意思 然后 念周就是瑜的 瑜的这个瑜伽 然后 同时把心 安住在空心的境界当中 这个叫做 心 瑜伽 心的瑜伽 就是 心的修方 然后 在这个当中呢 这个 中子 或者是金刚萨多的身体 发光 发光 这些光 招舍 六道轮回 然后 把六道轮回的这些通窟 业章 清净 这个就是佛的度化终生的实业 这叫做 实业游嘎 这叫做 四个游嘎 四个游嘎 你们可以去看 这个糖米 糖米里面呢 就讲这四个游嘎 糖米里面的这个四个游嘎 稍微再提升一下 就变成了 无上迷宗 就是 所有藏传佛教的这个 不管是尼玛 格鲁嘎 都所有的 最中修的这个 像 十论金刚啊 这些 当中讲的这个四个游嘎 稍微提升一点的话 就变成这个 那 实际上这四个游嘎 就 糖米 糖米 汉传佛教 是有的 糖米里面有四个游嘎 四个游嘎 那这四个游嘎 实际上 禅宗有 禅宗只不过没有观想 没有去观想 这个阿弥陀佛呀 或者这些 其实观想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没有强调要观想 除了这个以外 一个是这个观想 还有一个呢 发光 发光去光铺照六道终生 清净他们的罪业 这个禅宗没有提 就中间的两个 主要是两个 一个什么呢 念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佛的欲游嘎 然后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 同时是异性不燃 心暗注在禅 这个禅 也就是命性兼心的境界当中 这就是佛的性游嘎 性游嘎 这里面呢 藏传佛教的 本尊的四个游嘎里面呢 已经有了两个游嘎 而且这两个游嘎是最核心的东西了 观想佛的身体 比如说金刚萨多 还有观想法国王 利益终生 其实这些不是最核心了 最核心的就是中间的两个 中间的两个 大家看懂了吧 密宗里面的所有的本尊的修法 都必须要有这个条件 如果没有这四个条件 那就不是表准的本尊的修法 这个中间的两个 这两个禅宗 就是禅宗绝大多数的 我前几天也讲过 松代以后 松代以后的禅禅的人 大部分都是念佛禅禅的 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就看禅华头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的是谁 就是这个时候呢 一方面他观察六一是谁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是谁 没有念阿弥陀佛的人 没有谁在念的南无阿弥陀佛 他证悟了 这是信有感 藏传传佛教的本尊的信有感 但是他在像如缓如梦的境界当中 他不断的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藏传佛教本尊的欲有感 欲有感 前面的圣有感和后面的实也有感 这两个没有去做 中间最核心的两个上面呢 净土 禅宗 密宗都是一致了 都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些深层者的人呢 就觉得先迷 睡火不容 然后就相互排斥 诽谤 然后让很多很多人遭罪 夺地狱 这样子的学佛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就叫做实修 所以我们所有的路都在往这个方面走 过去书有一种说法就是 跳跳大路通罗马 所有所有的这些修行的方法 他最后要到达 就要通什么呢 通民心兼心 所有大乘佛教的 不管是禅宗 净土 密宗 所有的修行的最终的 要到达的境界 就是这个民心兼心 但是他们的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渠道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实修的话 就是要到达这个境界 所有到达这个境界的 一个很具体的方法 叫做实修的方法 叫做引导文 引导文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能不学的 如果连这个都不学了 那就根本没办法修行了 根本不知道怎么修 那么我们怎么样达到最终的目标呢 还是有磁底的 磁底 这个磁底是不能颠倒 我前几天也讲过了 我们所有的藏传佛教的这个磁底呢 就像中喀巴大使的 三主要道里面讲的一样 先是处理心 然后就是菩提心 最后就是真悟空心 我前几天也给大家讲过 汉传佛教里面呢 没有这种私家性无家性这样子的词汇 没有这样子的词汇 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但是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看徐云老和尚 是今代的我们所有人的公认的大德 那么他的开示录里面呢 他讲的这些开示录里面呢 看得出来了 参禅的贤觉的条件 或者是半道场的贤觉条件 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身心因果 身心因果 所以这是因为这是贤觉的条件呢 所以藏传佛教把这个私家性当中 一个就是因果不虚 因果不虚 然后 徐云老法师的这个贤觉的条件里面呢 一个就是深深地体会到轮回痛苦 深深地体会轮回痛苦 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呢 私家性里面的一个就是轮回的痛苦 轮回的痛苦 这些里面还有这些里面呢 徐云老和尚也引用了 《华严经》 《藏阿罕经》等这个内容 也描述了人身难得 人身难得 所以藏传佛教的私家性当中的 第一个就是人身难得 所以汉传佛教里面呢 虽然是没有私家性无家性的 这样子的词汇 没有这种说法 但是内容都有啊 大家都看得出来的 都有的 所以我们 不管是学什么 藏传 汉传 其实这些方法的 排列的次第不一样 思维的模式 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呢 它的这些具体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 尤其是 尤其是现在我们这样子的 多元化的文化 全地球变成了这个 地球存这样子的时候 时间空间的变小的时候呢 全世界的文化 我们都有机会接住 多元化的文化 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有正知正见 如果没有正知正见 那我们就去很容易去 这个遭邦法的罪 设法的罪 这样子非常非常危险的 希望大家还是要有一点点 还是要在家人 也有一点这个文思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 那出家人呢 不文思那干什么呢 出家人的工作就是文思 那么这样子文思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知道怎么样去修 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解脱道 今天我们讲的是解脱道 解脱道和这个轮回和解脱 这两个是堆立的 堆立的 那么轮回和解脱道 两个道 一个是轮回的道 另外一个是解脱的道 这两个道的分岔路口在哪里 大家必须要明白 什么时候是只有一条路 什么时候把这个轮回和解脱道 两个分开 那么以什么东西把它们两个分开了 这个大家必须要明白 什么东西呢 不是真无 不是真无大圆满 不需要那么高的法 不是明心坚信 也不需要那么高的法 那么高深的法 那是不是菩提心呢 也不是菩提心 也不需要这么 也不需要这么伟大的精神 我们走向解脱 这些都不是现决的条件 不是最基础的条件 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所有人一开始的时候就走一条路 然后呢 我们 赖到了一个 这个分岔路口了 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当我们听到了这个轮回的痛苦 出离心的时候 大家 告诉大家 当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出离心 我们只懂得烧向拜佛的时候呢 我们的前面只有一条路 一条路 一条路就是什么呢 圣死轮回 就是这条路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烧向拜佛呀 水炉发挥呀 买包拼呀 还有超度的排位呀 礼排位呀 等等 所有一切 都是在往这个 这个轮回的道路上走 这个往轮回的道路上走 这个时候呢 我们突然听到了有一个叫做 处理性的东西 处理性的东西 这时候呢 我们的前面就开始有两条路了 远来的一条路 现在变成两条路 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分岔路口 一条路 还是我们过去走的老路 就是这个我们 一直都 学佛的时候 不学佛的时候 一直都在走 学佛的时候 我们也捐钱 修苗 为了什么呢 为了健康长寿 然后呢 交很多的钱 就是要争取 进入这个水路 发挥的米坛 雷坛 为了什么呢 也是为了 为了 为了这个 健康 长寿 然后就 灌很多很多的 财生的地呢 卖很多的包拼呢 也是 但是这个目的就已经很清楚了 对啊 这是我们一直都走的老路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了另外一条路了 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呢 就是解脱的路 解脱 但是这个有可能是小乘佛教的解脱 有可能是大乘佛教 反正这个就是解脱的路 我们的老路完全不一样 那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了这个分叉路口呢 当我们听到了出离心 跟出离心的修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分叉路口 我们这个站在这个分叉路口 就站在这个路口 现在我们有选择了 有两个选择 一个走老路 一个走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就是解脱道 那么什么东西把我们的山根都编成了解脱道呢 出离心啊 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藏传佛教说的 这个也不是密宗说的 这个是显宗说的 藏传汉传的佛经里面都有的 这就是比如说伦 伦出离这两个字 很多很多汉传佛教的经典里面都有的 包括怀元经里面都有的 出离这两个字 出离就是解脱的意思 然后轮 特别的清楚的讲 这个处理 什么东西把我们的山根都编成了 这个解脱的法 这就是聚舍轮 聚舍轮不是藏族人写的 是印度人写的 也不是汉族人写的 印度人写的 实清菩萨写的 聚舍轮就是孝称的阿比达摩 孝称的阿比达摩 今天我们的南川佛教的 这些修心 比如说南川佛教的修心的 引导文 我刚才说的引导文 就叫做清净道 清净道轮 就是来自于聚舍轮 那么这个修舍轮的解释里面 讲的特别的清楚了 就是如果有处理性 然后我们的这个 从此以后 我们的所有的山根 都变成了解脱的 解脱的这个山根 解脱法 叫做解脱法 没有这个处理性之前呢 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法 都不能让我们解脱 有了处理性 也就是说 只要是我们的这个 出发点是处理性 那么不管是烧香也好 这个拜佛也好 做什么事情也好 都是变成了解脱道 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走上了解脱的道 所以解脱道 如何实修解脱道 就说白了 就是我们要去修处理性 修处理性 我们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我们到很多地方去讲 可经常在佛教徒里面 就是像学校啊 这些里面我们不讲 对 在佛教徒里面呢 我们都在讲这些处理性啊 菩提性 为什么呢 是不是没有其他的法 有还有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法 这些法讲了 暂时我想啊 少数人用得上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 都用不上 所以用不上的这些法 讲不讲都是一个意思 讲了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点 比较有用的 也就是说 当然啊 佛法里面是没有 没有用不上的 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用的佛法 但是呢 我们人 暂时做不到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能用得上的 只要我们大家愿意去做 能做到的就是处理性啊 处理性相对来说是很简单的 那要施修处理性啊 希望大家施修处理性 我们先不要啊 先我们先不要去啊 这个修很高盛的法 大圆嘛 我们先不提了啊 然后大手印呢 十轮金刚 我们也先不说啊 民心坚信对我们来说也很难 这个都不讲啊 讲什么呢 将我们的延迁的啊 这个路 首先我们的路 分成两两个两条路 这是最重要的啊 这个就是处理性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夺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画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03-989-8787 至9月14日 农历7月30日指圆满 时间 每日上午10点半 逢星期三休息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永大罗尔段 345号 欢迎 为一切有需要的 毛海立牌位 欢迎十方大德 一起为世界祈福 为一切有缘众生 消灾征服首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目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佛教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哉戒 即礼拜大悲禅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4日星期三 时间8点半 传授八观哉戒 13点半 礼拜大悲禅法会 地点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目佛恩 互生 互生 放生 皆是救命 命不分人与物 一切尽在您的一念心 一切尽在您的一念心 中心 美女善事 灵魂的一念心 灵魂的一念心 青青藏严义举声 前出既旧 前出既 苦海胸作读人情 冠音菩萨妙人唱 青青藏眼淚嫁声 前出吉吉 前出人 口海胸走到云群 那么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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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口旧来带着带别 那么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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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o quans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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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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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